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分享一下麦片新吃法 首先碗中打入2克鸡蛋 加入10克白糖 1克小苏打,口感更酥脆 再加入30克食用油 搅拌均匀 喜欢吃咸的也可以放盐 准备自己喜欢吃的干果 我准备的是甜的红枣和蔓柚梅干 也可以用葡萄仁,瓜子仁,葡萄干等 把它切碎 这是200克即食麦片 倒入蛋液 放入红枣和蔓柚梅干 搅拌均匀 再取一小团 把它给钻结实 揉成光滑的小圆球 再放在掌心 把它给压扁 再用一个刮板 把它给按置两面一样平 做好之后 我们可以用烤箱烤 也可以用平底锅 或者电饼趁热 锅不用刷油 开中小火 放入麦片饼干 大约2分钟翻一次面 烙至敲一下表面 声音是脆的 说一下声音也是脆的 就可以了 盛出放凉之后 口感是又酥酥脆的 用烤箱烤的 口感会更酥脆 这样做的麦片饼干 非常的简单 也很好吃 家里吃不完的麦片 可以这样做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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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